最近的大半年,无可奈何地,全球的焦点都落在疫情防空,目前的确是防止瘟疫进一步扩散的重要关头,不过对于人类的将来,我们依然需要面对多项重大的议题。 而且当中有一些挑战可能从悄悄地变得越来越大。饥饿、贫穷、教育问题受疫情影响不断扩大,而失业情况和工商业的改变,在全球经济不明朗的形势之下,更加越演越烈。 环境污染,气候变化的问题又如何发展呢? 一个由世界风力能源业界组成的全球风能协会,为大家带来了一项好消息。 这个协会的成员过去一直为全世界兴建更多的风车和发电机组,为大家创造更多可再生的电力资源。 这个协会发布的《2019全球风能市场报告》,显示全球风力发电量大增6.1几瓦。 另外,今年虽然有瘟疫问题笼罩全球,仍然可望在额外增加6.6几瓦。 当中,离岸风力资源的开发将会是其中一个重点,为大家在逐步走出疫情阴霾之中,创造更加环保的将来。 全球主力发展风能的地区,除了欧洲之外,亚洲,特别是中国,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推手,为世界各国共同承诺2030年达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出一分贡献。 2019年大增的6.1几瓦是一个纪录,而中国占了当中40%,达到2.4几瓦。 有朝一日,当出门旅游不再受到限制,大家可以走到中国的甘肃参观一下,全世界最大的陆上风力发电场。 它所产生的电力,比起仅仅排在第二位的风力发电场多出四倍。 目前当地只是开动了40%的产能,如果要进一步启动全部潜能,要额外再投入175亿元。 全球风能协会预计到2030年,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累计最多离岸风力发电设施的国家, 同英国、美国、德国和荷兰成为榜首。 而且相信在未来10年,会有更多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加入风能发电行列。 地球上每一个国家都要好好把握现在,创造一个全球人类共同拥有的将来, 将可持续发展目标,共用互信,公平和公义放在第一位, 同心应对当前莫大的挑战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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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